講到這民眾黨主席 葛文貴堅守著 兼發生的案件 早晚風收啊 他的太太 丹北基 今天在市內 有去到 台北勾手所上飯菜 雖然是沒辦法去到民 不過丹北基也嚇到 這自然的禁止流向是沒問題 葛文貴的律師團隊 也有去到勾手所辦理律見 我跟議員說 這是為了控制的作準備 另外民眾黨也算佈 要對控歷史東國 和民眾就要站出來 禮拜會基盤頭一頂的轉國開港 民眾黨主席 葛文貴的太太丹北基 在立委 紅山山的培董事後 請六斋起十點 出現在台北勾手所 葛文貴因為警方 聲音的方法 請後讓白衣柴定期 還檢驗 丹北基特別準備 雖然說沒辦法記住 葛文貴本人 但丹北基也進入起來 表示兩人的心更燙 會堅定捍衛 葛文貴在清白 雖然沒有辦法去 親自見到他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 跟他更近了 所以我不曉得說今天會因為 他對市政務那麼的認真的一個工作的態度 會今天繞繞導致他今天繞致變來 當地簽完 再去八點外 待會先去勤修所來登記 和葛文貴律師 免費兩點鐘 以後離開 以後一點五十分左右 另外兩人的律師 對政議 蕭玉峰也一將一後 報勤修所 安排六斤葛文貴 將會提出控制 並做這張事發展的焦點 民政党也隨著開 緊急應變 稍作各大會議 順便做好 登記控制的準備 說是要對控 歷史當國 找知識者去走路 全國開港的第一站 設備在台北的桌南路 已經奉機了的心慶經 開始做正式身體 無算快的解惠主義 目前的狀況有了解嗎 維京集團齊勒也安排 律師陸紀 來瞭解最前 心慶經 前台北市立培進行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英俠米的左立 五十民 對奉機 竟然博學 進展向公園 來拿去控告 結果出來了 公園是破壞 三人的控告 機也確定 另外英俠米齊勒 也已經拿出機也控告 記者綜合報道